C3456 那只是前面要多一個工作表名稱 那工作表名稱的話 敘述的方法當然你可以用3 或者是你用雙銀號 裡面的話放一個名稱 不過我建議喔 最好是用什麼 用複製的 會比較保險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打字上去 可能會有錯 你會發現很奇怪 他這邊之前同學 出現錯誤就是他自己打的 明明什麼都沒錯 但是成事一樁就不行 因為你會發現 你用複製之後 他會好像前後會幫你產生什麼 空白 所以這個用複製貼上就沒有問題 分別一個蘿蔔一個坑 把B放在這個 C放在這個 好 最後特別注意喔 因為你已經找到了 回圈要不要繼續 回圈就不用了 因為只會找到一個吧 不會找到第二個 所以後面我最後加一個 叫It is 4 欸 跳離什麼 回圈的嘛 就不要再往下了嘛 你已經找到你幹嘛再往下 找到就離開了 不然的話一直找到 等於多找的吧 因為一定找不到 只有那個而已 再來怎麼樣呢 把游標再切回到 什麼呢 第三個 就完成我們這個流程了 應該知道BBA在做什麼吧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有需要是 比對式的 BBBBB 好那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比 好OK 所以基本上呢 他會做跨工作表的切換 用跨工作表的丟資料 那特別注意喔 後面這個為什麼前面沒有序值 因為他已經死累著 所以他會認什麼 認的是前面這個 那這個為什麼要加這個 因為我要把這個的東西 搬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必須告訴他哪個工作表 不然他不知道丟到哪邊去 那只要你指向正確的話 這個地方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各位要試試看 那這一段程式嘛 就在雲端上面 就這一段 剛剛的那個 起格公字尾把它貼上 來試一下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特別注意就是 比較容易出錯的是那個名稱 我發現前面同學都一直出現說 查詢介面 記得最好是把它複製貼上 因為你們複製出來的名稱 而且好像2007的版本 跟2010的版本 複製出來的名稱 也有一天點不太一樣 好像2007又多一個 後面的空白 2010只有前面的空白 就是那個刮鬍前後 都會自動產生空白 如果你直接貼上喔 他會 他可能會卡在那個工作表名稱上面 然後這個地方有個缺點 就是要按按鈕 他才會walk 那這樣感覺齁 不是很好 那最好是什麼 你不要按按鈕 自動就可以 自動幫我去去 自動去抓資料 那怎麼做齁 特別注意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它會閃動 你可以把閃動關掉 好 那首先第一個 你要知道 這一個齁 他在VPA裡面有個物件 這個物件呢 就是這個工作表的物件 他也會把它當成是一個物件 當你哪一個儲存格變動的時候 他也會去觸發一個程序 那這個地方躲在哪裡 這個我想前面沒有特別講 而且有些書裡面也沒有特別講 那我大概講一下 第一個Visual Basic 各位可以看到 在Visual Basic裡面 他旁邊有沒有 會有個叫什麼 Excel物件 請各位看到呢 其中有一個物件 就是對應到 他的物件 他的那個什麼 工作板名稱 也就是 如果你要找 他裡面被觸發 哪一個儲存格的時候 就從這邊開始 OK 那上面還有一個 List World Book 指的是整個 我們是這個工作表 所以請你找到這個工作表 點兩下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先把這個刪掉 打開來裡面是空的 一般裡面有個叫Walksheet 也就是說他裡面有躲一個 躲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叫Walksheet 沒有加S 是單處的 表示這個工作表 被怎麼樣呢 特別注意喔 他預設有一個叫Select Change 那我建議你不用Select Change Select Change 選擇是哪個學生